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一向都覺得 郵輪是一種性價比相當不錯的旅遊方式 在一個船票裡面已經包含住宿、基本的飲食、基本的活動和娛樂 但是郵輪假期裡面確實是有些隱藏或額外的費用 令到一些初次接觸郵輪或郵輪經驗不多的朋友 在下船收到單一刻嚇自己一跳 因為他花了的錢已經超出自己原本的預算 今天這條影片 我就想分享一些大家未必留意到 在郵輪假期裡面的額外或隱藏消費 希望可以幫大家計劃一個郵輪假期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個準確一點的預算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的分享 馬上開始 第一種大家未必有留意到的隱藏或額外費用 就是稅項和港務費 很多時候我們去預約一個郵輪假期 可能上郵輪公司的官網 或者通過一間旅行社 我們都會被一些很低的船票價格吸引了 可能一個星期的行次 每人只需要四千元港幣 但是為什麼 結帳的時候 會變成七千元或者八千元呢? 那個額外的費用就是稅項和港務費 簡單來說就是 當地目的地國家 收取每一個入境人士的稅項 而港務費就是 如果這些人是通過碼頭入境的話 收取他們每位的費用 如果真的出現一些情況 行程改動 而你是進不到這些港口的話 這個郵輪公司代為收取的港務費和稅項 是會退回給你的 第二種大家未必有留意到的額外收費 就是 你們上船每人每晚都需要付的船上服務費 每間郵輪公司收費有點不同 但一般都是由每人每晚14元至18元美金不等 而這個服務費是會拆開給船上不同部門的同事 可能前台同事會佔一部份 幫你執訪的同事佔一部份 餐廳、酒吧的同事都會佔一部份 而這個船上的服務費 亦都是這些員工收入的其中一個來源 第三個大家有機會忽略了 而有額外或者隱藏收費的地方 其實是一些餐飲相關的安排 片段一開始已經提過了 船票只是包了你最基本的飲和食 那基本的飲品到底有些什麼呢 你每餐飯會飲的水 你會在早餐飲的果汁 或者吃完晚飯之後的咖啡茶 如果你需要喝酒 喝汽水 一些鮮榨果汁 或者特色咖啡等等 是會有額外收費的 那隱藏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逐杯逐杯這樣捱 船上除了一杯飲品的價錢之外 還會收你一個服務費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喝得多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一個飲品套餐 一來你可以無限享用 二來飲品套餐 他們就不會收你額外的服務費 反過來 你說我在船上 完全不會喝他這些要收費的東西 我自己帶酒上船可以嗎 可以的 因為大部分的郵輪公司 都會容許每個客人帶自己一到兩瓶走 但是你需要留意 如果你是上船上 拿過一瓶酒進去餐廳 吃飯的時候 叫同事幫你開的話 他們是會收你一個開瓶費的 就算你自己預先開了一瓶酒 然後整支拿進餐廳 這個開瓶費依然會收的 唯一可以避免到這個費用的方法就是 你在房間先開了一瓶酒 倒入酒杯裡 這樣拿著杯進去餐廳 你就可以避免了這個開瓶費了 說完飲料 我們說一下吃 特色餐廳有額外收費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明白 我都不需要說太多 但是在主餐廳裡面 如果你是點一些特定的菜式 其實都會有額外的收費 例如如果你是叫龍蝦 或者叫一些在特色餐廳煮出來的牛扒 這些都會有額外的收費 記得留意 最後一個會產生額外或者隱藏費用的餐飲相關安排 就是room service房間送餐服務 以前大部分的郵輪公司room service服務 都不需要額外收費 除非是一些特定的時段 例如半夜才會收一些服務費 但是現在已經不同了 基本上任何時段你需要送餐服務 郵輪公司都會收服務費 唯一可以避免這個費用的方法 就是入住套房 因為room service 已經在他們的船票價錢包了 另一個大家未必留意到 有額外隱藏費用的地方 就是郵輪公司的兒童中心 確實大部分郵輪公司的兒童中心 是會免費為客人提供服務 但是有兩種情況 他們就會開始收錢 第一就是如果你在晚上10點之後 繼續需要他們兒童中心的服務 他們就會開始收一個 每個小朋友每小時計算的費用 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 本身是三歲以下 他們就會將兒童中心 變成一個托兒服務 亦都會按每小時收你錢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這方面 接著就是岸上觀光 我當然不是說參加郵輪公司的岸上觀光團 那些有額外的費用 大家都明白 而亦都不是任何隱藏的東西 反而是想跟大家說一說一些 一些郵輪公司安排的穿梭巴士 很多時候郵輪公司都會安排一些 從碼頭到不同地方市中心的巴士 就看看距離 這些巴士有機會是需要收費 亦都有機會是不需要收費的 在歐洲可能碼頭離開市中心 一個多小時 那些很大機會都有額外的收費 大家記得留意 另外一些就是可能加納比海 你的船拍岸之後 你不參加岸上觀光團 你只是想去鄰近的沙灘 或者附近的沙灘俱樂部 曬一下太陽走一下 你都要留意 因為有些情況去這些沙灘 或者去這些沙灘俱樂部 你是需要獨自再買一些入場券 這些都是一些隱藏的費用 大家要留意 最後一樣 就是船上的WiFi無線上網服務 這一樣我都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個隱藏的收費 其實都列得很清楚 但是確實真的很多朋友會問我 到底郵輪上面有沒有得上網 有沒有免費的上網服務 在這裡可以說一次 郵輪上面是有WiFi的上網服務 但是是要收錢 因為這隻郵輪都要靠衛星射個信號出去 所以每一個客人去用都要收錢 甚至乎他們員工自己去用 都是需要付錢 所以大家想船 希望上網的話 記得在預算入面加上WiFi是需要錢的 很快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郵輪假期入面 可能會出現的額外隱藏費用 希望今天分享的資料可以幫你們做到一個好一點的計劃 避免你們自己的郵輪假期會超出預算 另外也想說一說 今天講過的額外費用 其實主要都是對應大眾化郵輪 以及某些高端郵輪 在豪華郵輪方面 之前都有提過 他們是行一個全包的船票價錢 基本上你的小費 你喝的酒 你吃的特色餐廳 你船上的WiFi等等 船票已經包了 換來當然是一個更加高的價錢 但你的享受真是在另一個層次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不妨試一下上這些豪華的郵輪 無論如何講到這裏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就給個LIKE 另外分享給你朋友看 大家有沒有試過因為這些隱藏費用 令到自己的郵輪假期超出預算 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一有新片出 你馬上收到通知 今天這條影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